像今天這種我們叫做workshop workshop就是說有些像training education 那我們現在不只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發展出consulting 已經開始consulting了 那譬如說我們有關醫療危機 我們大概馬上恐怕就下個禮拜開始 謝武級那邊開始了 感安全那邊下個禮拜又要討論 那李明斌我已經把他pass過去了 他說另外陳校長也告訴他 就是說 醫生正在怎麼在離開單位 那怎麼辦呢 他們說我們要立法要什麼 我說除了立法 除了什麼需要時間以外呢 我們請檢察官 法官 律師也可以陪同 到各醫院去做什麼 就是那種討論 就是讓醫生心不要慌 不要馬上急著出走 因為假使你真的發生什麼問題 或者你的行為可能發生醫療糾紛的話 希望這個學會馬上有consulting的部分 不見得你要馬上去問律師 因為什麼 我們出來幫忙的是什麼 除了有律師也可以我們出來幫忙 是以檢察官跟法官為主 而且是要從醫療糾紛去處理 讓醫生先安定 這個就是說他們稍微撐一下的話 很可能我們的那個有關醫療的危機 假使能夠稍微延緩 那我們在立法再什麼就有時間 假使這個地方沒有先下去 坦白講他急著走 到時候就算你立法完成 但是已經失掉一代 這方面我們教練長最清楚了 他以前也是外科 他在醫院就知道 他現在說我只要下班就關機 你現在是要厲害嗎 為什麼我年紀大呢 我也曾參加過革命時代 今天假使我以前的外科今天來告我 我會覺得很不甘心很不值得 就是說有時候聽他這樣講也是 我們聽的也是蠻感傷的 可是不甘心 不要甘心很不甘心 那什麼最容易告 假如說是真的舒適 這個我就不好講話 浴室大牌的浴室 他浴室走在什麼 醫療的前緣對不對 所以他浴室容易出事 那假使所做的不容易出事 那坦白講 你要成為reputed的不容易 浴容易出事的 其實常常是浴室尼亞 那浴室尼亞呢 99的人跟他感謝 聲望最高 那個一跑出來的人 就不知如何是好 那種哀痛欲絕的時候 而且我常常講 靠靠靠靠靠 那個在佔陳老師的時間 我這個地方稍微還講一下 因為我是把這個後來 我這個也跟醫界講 他們說對 怎麼原因呢 因為我上次就是去嘉義 那個福祉醫院那個 烏斌南院長 歐